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去吧 是 下去吧 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陛下 太子在哪儿 他守候了一夜 现在休息了 我问你他在哪儿 在偏殿休息 叫他过来 是 扶我起来 恐怕陛下支持不住 我还是 我要你扶我起来 我要坐起来当太子 是 来人 快去 叫太子来 是 是 徒乎 别无论 你 陛下让你马上过去 父皇怎么了 去了就知道了 快起来 父皇 陛下 太子来了 未必 刚才 我突然觉得 得告诉你 方玄陵 杜如慧 魏征 都走到了我的前面 我本想把他们都留给你 可是现在 只剩下你舅舅长孙无忌 楚隋良 李氏稷三个人 你继位之后 这是我能留给你的全部 父皇 你会好好的 糊涂 总有这一天哪 你舅舅长孙无忌辅佐你 你 你不用担心 我担心的是 李世纪 李世纪本姓徐 李世纪 李世纪 你爷爷赐给他李星 他才叫李世纪 李世纪这个人 无懈可击 无懈可击 是最麻烦的 你对他没有恩德 你继位之后 恐怕他难以效忠你 这是我最担心的 我要把他扁到龙溪 我要把他扁到龙溪 不需要任何缘由 我来做这个恶人 如果他马上离开长安 你继位之后 你继位之后 就着生他为仆业 你对他有恩了 他就会效忠于你 你就会有三个能力最强的大臣 三个大臣都是社稷之臣 有他们在 知天下无忧 如果他拖延 看着我 如果他拖延 就把他杀了 去吧 去吧 安排赵令下吧 你不要去 留在这里 安排你自己的人 回长安 好 宣 太子宫詹氏 宏忠书门下三品 李氏忌进殿 宏忠忠书门下三品令 宏忠书门下三品令 李氏忠书 改任蝶州总督 夺去现任太子宫詹氏 宏忠书门下三品 贞观二十三年五月十八日 你 还有什么要申诉的 皇帝陛下 准你申诉 臣见遵旨 老公 李氏忠书 ör 我 Attack 我冬天 我冬天 你这是一个个 것 我接到聖旨 改任蝶州总督 我们现在立刻就去任上 怎么也要回家一趟 无论如何也要跟夫人说一声 准备一下行李吧 糊涂 我们哪都不能去 马上去蝶州 你身上还有多少钱 还有 不多了 马上走 将军就直接走了 是 直接就走了 没有回家 真好啊 你总能调出新的味道来 你今天又加了些什么 好啊 我记得我当年遇到你的地方 那个地方就是这个味道 可惜啊 那种味道已经不适合我了 你还能再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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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想要是这个吗 我还能再来吗 我还能不能再来 你还能不能再来吗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这一辈子一直在和草原十八步打呀 在战场上看他们是拿着武器披着铠甲的敌人 却从来不知道他们心里想些什么 他们有这么好的音乐 这音乐是他们真正的心 我到现在才听出 这音乐中有那么多的感叹和赞 对 对 对 你当年就是这么跳的 跳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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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安怎么样了 还好 说吧 到底出什么事了 说呀 李靖将军 他去了 老人家 有七十九岁了吧 是的 伍姬 在 就把他 埋在我的陵墓旁边吧 知道了 知道了 为什么 为什么他们都走在了我的前面 陛下 陛下 陛下不要过多的撕裂 人总是要 要走的 回长安 来 我要祭奠李将军 陛下 陛下 也好 武姬 在 你来扶我一下 你来扶我一下 这 路上 真重啊 现在我把身后之事托付给你们 太子礼智 仁厚孝顺 你们神智 一定要好好福到他 父皇 有长孙无忌处随良辅佐你 不必为大唐担忧 你明智 岂不是天一 自从我选了墓地之后 想过几次 虽然祖上传下来的规矩简单 但是为了天下民心 我的葬礼 还是按照中原的规矩办吧 法师还在翻译佛经吗 是的 我总是觉得时间不够 白天耽误了 晚上一定要补上 是什么让你觉得如此紧迫呢 贞观十九年 我回到大唐 那时 我急着译 瑜伽师弟论 我知道 你再三奏请 我只好写了序 难得陛下的序啊 我还记得我在序里说 我不懂佛法 所以 我心里总有一个结 就是其中第六十一卷 再译一遍 让它单独成经 经题我已经想好了 叫王法正理论 什么时候能理完 大概还有一个月吧 好 一号马上送来 不要耽误了 再抄一份给太子 你还译了什么经 这次 随嫁来翠微宫 只译了 波若波罗蜜多心经 只有两百六十个字 两百六十个字 岂不好念吗 我为陛下送此经 嗯 嗯 不幸 他怎么会 虽然译了 却没有完全确定唐音 所以还是用翻音诵读 虽然只有两百多个字 义经总是很小心的事 再有一旬 就会最后确定下来了 届时以唐音为陛下送毒吧 好 我等着 法师啊 在这里 这几天我总在想 我是不是又做错了什么事 自己不知道 以前总是有人指出我的错和误误 现在他们都去了 我听说佛家讲供养 供养是修修 算的 如果我死了以后 让我的嫔妃们都出家 算供养吗 是的 好 我答应你 你就可以相信 你可以 但是 可不可以 我还没有安装 有一定是 必定是 所以 就要凡是 就是 太子 父皇 来 孩子 你怎么也有白头发了 你怎么有白头发 你如此孝顺 我死 也没有遗憾 你怎么有白头发了 你怎么会再来 你怎么不过 你怎么没出现 我怎么没出现 你怎么会再来 陛下 我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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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黎晋将军后葬了 后葬了 按宫里的最高的那个规格后葬的 李时机 他走了没有回长安 知道了 知道 你 你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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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堂啊 不是 陛下 把蓝亭集许拿来 读吧 就想读给自己听 嗯 永和九年 遂在魁筹 暮春之初 惠于跨界山鹰之蓝亭 修强 修弃世也 琴弦碧之 少掌贤疾 此地有崇山距离 茂林修竹 又有青流集团 应待左右 终之后 沉以为流上驱水 凌之下 列作其次 虽无 私主管闲之盛 一伤一勇 一足以 畅蜀幽情 是啊 饮酒和食足够 没有私足和管线足够 兰庭继续就留在我身边吧 扶我起来吧 陛下 外面起风了 小心着凉 我知道 风还在百里之外 我就知道他要来 他来的时候浩草低伏 马踪飘动 要松开马脚 让马脱低下去 马飞进去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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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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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不 不能 太子 父皇 不能 不能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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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朝廷交给你 你怎么 怎么就变成一介平民 我不 我不 你就知道哭泣 你 老死 一无 老死即可 阿弥陀 即命 不知 老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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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朵 老死 老死 太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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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县师尉长 在 仅借太和殿 仅借韩丰殿 是 没有太子殿 任何人不得出入 是 公元六百四十九年 贞观二十三年 五月二十六月 初唐第二代帝王太宗李世民 并是于中南山翠威宫 年五十三岁 贞观时期 唐朝的农业 手工业和商业迅速发展 诗歌 绘画 以及医学 天文学等方面 都有伟大的创造和卓越的成就 唐朝对西域的管理进一步加强 和土拨 回合 南兆 墨河等少数民族 也建立了广泛联系 中外文化交流 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为唐朝以后的繁荣昌盛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太子令 陛下驾崩 消息封锁 有泄露者 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